2020年12月9日,大脚星人理事会,你的前世自我,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,译者马克兔文。 大家好,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你们联系。 你在这一世中完成的成就比你在地球上其他前世要多得多,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前世的那些版本,你正在收拾很多前世留下来的烂摊子。 我们将给你看待这个问题的方法,这会有助于与之和解,与你那些前世的版本和解,那些前世版本没有你现在拥有的工具。 知识和能量,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。 如果你把前世的自己看作是你的孩子,如果你把清理他们的方式看作像清理一个玩耍的孩子一样,那么你可能会更容易接受他们给你留下的这么多的清理工作。 当你像爱一个孩子那样爱另一个人时,就会想住为那个人做一些事,你想帮助那些无法自救的人,那些在混乱中也很可爱的人。 比如说,如果你回想起十七世纪的你,你会意识到那时的你知识是多么的少,那个版本的你无法获得信息,更也无法获得你今天拥有的信息。 这会让你更容易原谅那个前世版本的自己,也会更容易与自己这一世的安排和解。 你承担了很多,但你也知道多承担一些,就能多获得一些飞速的成长,这就是你在做的。 你要感谢你前世的自己,感谢你今生所取得的巨大的进步,你能获得这么多的成长,这些前世版本也创造了相当多的动力。 它们中很多人也给你带来了一些好的果报,它们中很多人学到了各种能力,这些能力被现在的你认为是理所应当的,因为你一直擅长做这些特殊的事情。 你也可以把你在地球上的前世看作是人类集体的一个缩影,这个人类集体正在和你共享一个星球。 你可以环顾四周,会发现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处在你现在的发展阶段,你也不用瞧不起他们。 相反,你要认识到他们还有下一步路要走,就像你对待孩子一样,当你有了孩子,孩子会从你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。 你有很多经验,因为这个孩子和其他人一样,在选择投生之前忘掉了太多东西。 所以你在那里帮助孩子们,那些没有醒来的孩子,还有你前世的自己。 再说一次,你承受了很多,但没关系的,你可以的,我们是来帮忙的。 还有无数其他存有也在帮助你,事实上,你在这一世承担了这么多,就是因为你在和我们这样的存有和集体一起工作,我们认为你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大家沟通。